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后面射完从前面射的古灵精怪枪 看上去是皮鞋的吹风机之类的 就是一些用处让人意想不到的发明 那上一期视频 我给大家展示了 我从网上找到了四个终极魔鬼武器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小班车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又从网上找了四个 终极魔鬼武器 各位 上演 这第一个终极魔鬼武器 各位看到了 来自两个非常扁的袋子 这两个快递 怎么一个是从浙江金华发出来的 一个是从 闪动喝的草弦 扭极扭 我给你爆本 那么可能有朋友要问了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我给大家现在就揭秘一下 那么这个呢 看上去是一个口罩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很灵动的 可以让你嘴巴张开的口罩 随着我的说话 这个鸟嘴它会越张越合 我买了三种颜色的鸟嘴 一个黄色的 一个橙色的 和一个黑色的 我除了三个鸟嘴 我还买了另外几个很可爱的口罩 这个狗嘴是不是明显就比刚才那个鸟嘴 灵动多了 这是狗 它好像叫狗啊 对不起说错了 这个是狗嘴 这个是狼嘴 然后这个呢是狐狸嘴 刚才正面看 可能效果不是很强烈 但是侧面看 会不会效果好一些呢 有没有好一些 我很努力的才让我的嘴巴变大 那么这个时候 各位特工朋友们可能就要问了 你这个口罩 能在什么样的任务中使用啊 各位试想一下 当你要找的敌人 约好了在动物园里面碰面 那么你以一个人类的身份 去接近它 就会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掏出一个动物口罩 把它戴在脸上 它就算是巡逻的人发现了 你只需要学两身狗叫 就能够蒙混过关 从而自己靠近它们 在关键时候 给它们当头一抱 你还可以伪装成鸡嘛 你还可以伪装成什么 鸡呀你在想什么 你戴着这个鸡的口罩 哪怕你深入农场的墓地 如果有人发现你 你只需要学一个鸡 就能够蒙混过关 鸡怎么样 大爷来玩啊 什么呀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终极魔鬼武器 那么今天的第二个终极魔鬼武器 看包装这是一个艾莎 绿巨人 百特曼 美国队长 还有奥特曼 还有我们的巴斯光年 一共六个终极魔鬼武器 那么可能有朋友要问了 这么复杂的一个包装盒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别着急 让我打开给你们看 艾莎什么时候长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跟这个相比啊 艾莎头的那个陀螺都比他精致 人还会唱歌呢 那么还有一点我比他上吐槽 我希望麦家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绿巨人两个腿中间伸出来的 多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麦家你睡了吗 麦家 他不止绿巨人有 我们的艾莎也有 我们抛弃掉别的话题不谈 我们回到我们最喜欢拍的霸剑打系列上 这个浩克这个玩具多长点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无所谓啊 我觉得都我们可以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把这个头做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浩克的是这个表情 非常的正顶 非常的写实 这里面我觉得只有奥特曼这个是最写实的 因为奥特曼这个东西嘛 不需要刻画他的面部表情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巴斯光年的眉毛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什么样的人眉毛能长成这个样呢 这个蝙蝠侠的这个头雕 姑且能叫头雕吧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 蝙蝠侠应该从上到下都是黑色 然后呢 这个玩具 为什么他多了个黄裤衩 黄马罐吗 我不理解啊 我不理解 刚才在皇上身边 剪掉这条龙妹裤 挤黄了数费 我们的美国队长呢 这个已经丑出天际了 我在这就不多段解释了 为什么说这几款是终极魔鬼武器呢 你表面上看上去它是一个手办 但是实际上经过简单的变形 简单吗 等会儿啊 不着急 它就变成了一个换表 胸口这个透明的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在里面呢 能够看到时间 特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嘛 通常需要去对准时间 那么可能就有坏人会在会场门口拦住我们的特工 所有手表都必须摘下来 一个都不许戴进去 防止他们搞破坏 那么我们的特工只需要在这个时候 关闭表上这个盖子 经过一些简单的变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跟开门的大爷说 我这个不是手表 我这个是一个手办 然后大爷就放你进去啊 就不会再刁难我们的特工了 而且各位 他还有给外界传递信息的功能 我们的特工啊 通常需要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中 向外传递信息 等我先给他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啊 那么当我们的特工准备向外传递信息的时候 你大喊大叫 你打电话 你在各种社交平台后台私信我 那么都是不可学的 那么最及时的方式是什么呢 通过光学信号 大家看好了 大家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 平常手表你调时间的这个位置 向外投影 这还是一个投影仪 他不会只能图普通的头案 头案吗 只能图头 头案吗 我一会就让特工来 那么各位特工们 看到这个特工手表 你心动吗 那么这第二个终极魔鬼武器 就已经这么终极魔鬼了 迫不及待的 进入下一个终极魔鬼武器了吧 那么这第三个终极魔鬼武器 就是我们的水龙头 那可能有朋友要问了 你一个水龙头 怎么能当做终极魔鬼武器呢 那么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它是一个 夜灯 各位特工们 当你需要进入一个 伸手不见五指的工厂 去找一个 偷偷运进来的放射性物质 这个时候 它门口的开门大爷 肯定不会让你带 手电之类的东西进入仓库的 那你要怎么样 才能去找到我们的 放射性物质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揣在身上 我是来修水管的 它就让你进去了呀 你只需要把这个水龙头 那个把手啊 一拨 就亮了 借着这个 这一点微弱的光亮 在漆黑中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 这都是高精尖的通工费养 那么今天的第四个终极魔鬼武器 是今天包装最小的一个 它就是 终极猫猫电池 就像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被伪装成猫猫的5号电池 我们可以找一个装5号电池的东西把它给装进去嘛 三只猫猫给它塞了进去 是不是很Q啊 因为我只买了三颗电池 导致这个遥控器呢并没有办法点亮 不过你就算是买了四颗电池塞进去 它也依旧没有办法点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别看这个东西 它叫猫猫电池 但它实际上 它就不是个电池 没想到吧各位特工们 哈哈哈哈 那它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三个摆件 哈哈哈哈 那我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三个摆件出来呢 试想一下 当你需要进入一个充满电磁卖充的环境下 将里面的文件取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前面的特工手表啊 特工手电啊 在这种环境下就都没有了作用 那么你身上还有什么能够起到它原本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的猫猫电池 别看它叫电池 但是它完全不受这种外界环境的影响 哪怕你所在的区域刚被石墨炸弹轰炸完 这个猫猫电池也依旧能够保持性质稳定 因为它就是个摆件 那么各位特工朋友们 那么这第二期终极魔鬼武器 是不是要比上一期的那些东西 使用多了呢 这些终极魔鬼武器 足以帮你应对绝大多数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 非常的充满科技感 如果各位特工 今天的这几个终极魔鬼武器帮到了 那么就给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或者投一个币也行 那么我们下一期终极魔鬼武器大测评再见 拜拜